开始 好 因为上一次讲了我的辅导方法 所以在这里就要回头一点点 讲到第二章就是认识夫妇关系 它有几个理论的 就有这个相依理论 性别角色的互动 关系互动的主题和发展阶段 还有高德曼介绍一些他的研究的基本概念 这几样东西我们会逐步去讲 让大家可以了解这几种夫妇关系的观念 这些观念有什么用呢 就是当我们认识婚姻的时候 可以这几样有帮助的 第一个就是相依理论 相依就是说attachment 大家的关系有多深 大家需要对方 喜欢和对方一起互相配合 当我们 找相依的对象的时候 我们是找和维持接近亲密的关系 还有找一个避难所 就是能够在困难的时候 大家可以谈 事实上有很多夫妇 婚姻就是那个困难 婚姻就不是避难所 如果婚姻好 就是婚姻就是避难所 就是说譬如他们外面受到伤害 他可以在婚姻里面得到帮助 但是有些婚姻其实都颇多婚姻 婚姻本身是一个困难 我曾经很久之前 看过一个电视的片集 《的那么多》 刚刚那里看到一个这样的片段 就讲到两个男人聊天 有一个男人跟你说 我不知道我太太去哪里 找不到 很急 那么另一个男人怎么回答他呢 他说如果我太太会失踪 我宁愿全世界什么都没了都可以 就是说你不见了太太就很心急 他说如果我太太失踪 我是很开心的 就算什么钱都没了 我都不介意 就是说出这个很实际的情况 就是有很多夫妻 是根本是想她的太太失踪 或者她的丈夫失踪 就因为太过 大家夹不了 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困难 就是有很多人的相处是有困难的 第三因为长期分离 而感到不快 就是比如一个关系 大家有心的关系 也都是一个向外探索的安稳基地 比如说 简单 他们要去搬去新的地方 找一份新的工 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去一个新教会 那么他们两个人 成为一个安全的基地 大家一起去探讨一样东西 或者不是一起探讨 都可以大家谈回 那么就是这个相依关系的重要性 其实这几个理论 就不是作者 就是不是作者在这里详细解释的 他只是说到有几个理论 他只是说你们可以看书 这样的 那么这个相依关系 就有几种的 第一个就是安稳 其实呢 你们全部 我已经摆在你们的群组了 这个powerpoint 如果你喜欢在你的手机看 你都可以一路看着它 一路跟着都可以的 那么你看这里就可以了 现在 那么就所以不用拍照了 已经有了给你们了 那么安稳就是说呢 大家觉得 我又看重自己 我又看重你了 焦雷 就是我觉得自己不行 不配 或者我不敢 不想跟你有好的关系 而最方就很好 但我就不好 不行 譬如有个人有情绪问题 我觉得自己好不行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看少对方了 我就很好 不过你又整天都 一批东西 那你又情绪化 你又不开心 你又好得烦恼 那么就负面看对方了 那么而 另一种呢 就是恐惧和逃避了 就是说呢 很害怕的关系 又想逃避 那么呢 就两个都是负面的 那么商业理论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认识这个 商业的关系的稳定性 还有呢 是不是已经有 OK 还有这个关系的满足 就是他们在分一里面有没有满足 得不得到力量 有没有帮助 因为是 关系是痛苦的来源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 用这个商业关系来去了解的 那由性别 角色的互动 这个就是第二个 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完了 就是讲到两性的分别 我们 这里我们不详细看了 不过大家都记得回 上次讲到男性喜欢活动 女性就体重关系 那么呢 就男性是少讲感受 多数是讲怎么解决的 女性的感受是 很想讲的 当然这些有例外的 但是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还有男女体重的东西 他们的观点 什么体重 男性最体重是被人尊重 够厉害 又做到东西 女性呢 就体重就是关系 和被关爱 所以当他得不到关爱 他是很不开心的 而男性处理对方的情绪 多些是想做救火源 想帮他 对不起 处理他自己的情绪 就是他不想说 他想避开 对不起 那么女性呢 女性呢就处理情绪 就就需要讲 不讲呢就很大压力 而男性处理对方呢就很想用行动了 去救火源 而女性呢就喜欢查根问底 很多时候呢就是沟通 理论的 意见的 而女性呢两个都有的 感受和意见两个都有 那么而当一个女性 讲到她的感受的时候 男性是需要回应她的感受 先要回应她的思想 那么这里呢是讲到 她的向导 是体重些什么 ok好 那么这个呢 这个都是男女分别里面的 就是讲到呢 性别与权力的差距 讲到传统 那么还有呢这个 就是有时呢 是不是一定要跟传统呢 那么第一就是 传统的男女分工呢 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这个是以往是这样的 那么呢 但是呢有时夫妇虽然各有职业 但是做太太都是比 做丈夫的家务做得更多哦 这个是普通时会有的情况的 那么呢就 当理解这个性别关系的框架的时候 如果男性拒绝和配偶分权呢 她的婚姻有八分之八十一呢 是会趋向自毁的 就是说呢 她整天都是想霸道控制 吩咐命令 这样的时候呢 那个太太很想离开的 那个婚姻会很容易破坏的 那么处理性别与权力差距的问题 就是讲到这个男女的分别 那么这个在这个婚姻里面呢 如果有权力差距 就是说呢 譬如说呢 只是那个男的华西士 或者女的华西士 这样的时候呢 如何处理呢 第一目标呢 就是消除和拉近 受盗者与伴侣之间的权力差距了 就是说呢 他们那个差距 需要消除或者是减低 以致他不是那么霸道啊 那么控制对方啊 那么在决策方面呢 引导他们在各方面呢 一起决定 就是不是只是一个决定 而是呢 去听一下对方的意见 比如说 住哪里啊 家里怎么处理啊 子女问题啊 因为有些人呢 其实基督教里面 都有一些极端的看法 就是觉得呢 女性要顺服丈夫的意思呢 就是丈夫做一切的决定 就是说呢 所有的决定 他说了呢 太太就要听话 那么他以为就是这样啊 但是其实 在《以忽所书》呢 那个经文之前就讲到 要彼此顺服 然后先讲到妻子呢 要顺服丈夫的 所以其实 丈夫是应该都 顺服太太她的需要 她的感受 当一些人呢 他不肯 就是他只是呢 他自己做了 决定的时候呢 是会有问题的 那么比如一些 比较传统的教会 那不是 家庭啊 那么有些太太 又顺服惯又没问题 那么他OK啦 但是新一代的女性呢 因为现代化 听了很多东西啊 所以当丈夫这么霸道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抗拒 那么沟通和处理冲突的方面呢 引导他们同样重视对方的事业工作生命目标和活动 就是说 不要只是看重自己的那份工 不要只是看重自己人生做什么 都看重对方的 这个呢就是帮助 如果男女的权力有差距 他就会有抗拒 第三呢就是事务方面呢 引导夫妇呢 公平分配工作和家庭责任 和合力养家和分担家务 那这个呢呢 在我辅导中我都发现很多问题的这个 就是有很多丈夫不肯做家务的 或者做很少而已 还有呢 有些 我都很惊讶的 有些 有些家的丈夫那些家用呢 是那些钱呢 是自己用的而已 他不是很理家的 就是我都见过这种情况 那么多数都有的 不过呢 有些就是这样的 到时到后给一千元的太太 那你 你买菜了 那用完了 那我再给一千元你了 那用这种方式的 那这些都是 啊 就是说 两方面那个权力不平衡啊 那也都有很多夫妇呢 是没有 啊 银行户口 两人的银行户口的 多数呢 男有男户口 女有女户口 那于是呢 大家保持住自己的钱 就大家 就是其实那个 变了不是 是信任的婚姻关系 那这个都是一个 一个问题 那有时你说 另一方经常赌钱啊 另一方乱用钱啊 那这个呢 是大家需要谈点的 所以在 婚前辅导呢 是需要谈这些问题的 很多问题呢 其实是相处上的问题 婚前辅导 是需要 讲到在两个人的相处 第一就是那个相爱啦 那个婚姻观啦 那个沟通啦 啊 对于 in loss 就是对于 他的家人 对方的家人的关系啦 对于 人生的目标 处理事的态度啦 啊 对于 经济啦 对于 教会的侍奉啦 对于养育子女啦 很多方面都需要 谈谈的 谈谈呢 大家能够处理啦 很多时候人就这样的 未结婚就说什么 可以了 可以了 到时可以了 但结婚就发觉 不是太行啊 因为呢 对方 要求很高啊 或者说 原来我以前觉得可以遷就 现在发觉很难遷就啊 那所以这些呢 都是在婚姻的时候 发生的事 那尤其 当然最大发生的 最大问题就是 爱和沟通啦 这个是最大的 的问题来的 那 当他 在未结婚的时候呢 那我试过 其实我有试过在辅导中啦 我 和那些 准备结婚的人 我提议呀 我说 我觉得你们不要 立刻结婚好点 他们又不听哦 那有一对夫妇呢 结果是怎样呢 她又没有离婚 因为那个丈夫就很乖的 真是 很好的 好 好啊 真是很柔和的基督徒来的 那结果呢 那个太太呢 就经常 其实很 可能她本身有一些 有些问题 她就觉得整间屋都是失 那丈夫身上又满了失 出街回来又是失 所以结果 赶了她丈夫回到家 即是返回她自己的家 她就自己住了一间屋的 那就是其实 有时可能是她的其他问题 又有什么问题 那为什麽那些失眼 是失败的 又是失败的呢 那 那 也都有些是 就是很多 譬如离婚啊 或者关系很不好啊 她就觉得呢 到时会得的了 到时会得的了 但是呢 发觉原来 最好呢 就能够真是相处清楚 那我们很多决定呢 是会很小心的 那包括 买屋 买屋 那都是很小心的 衡量那个屋是不是想买 衡量有没有钱买 但是对于婚姻呢 很多人呢 是没有买屋那麽小心的 她觉得 有个人跟我结婚了 已经好好的了 可以的了 搞定了 到时会遷就下搞定了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决定呢 是影响一生最重要的决定 是没有一个决定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呢 当我们 帮自己 或者辅导别人的时候 一定帮他清楚 寻求神的心愿 因为神呢 在我们生命有奇妙计划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导了日子 你已经写出来的册尚 诗篇139篇16到18节 神已经写了册尚 如果写了册尚 即是包括我们跟谁结婚 不过有很多人 他们根本没有跟神的心意 他就乱来 根本不能走到神的心意 当我们真的听神话的时候 神是有个预备的 但是有预备不代表不需要处理 需要处理的 是需要 建立关系 沟通 和各方面都需要调教 才能够建立好的婚姻 就算那个是 神配合给你的 但是不懂得相爱 那一样很有问题的 那这些就是说 就是在个婚姻上 真是卫生对方的时候 又信任对方的时候 家务啊 财政啊 都可以合一 是 也都有个心 整天都想令到对方舒服和开心 譬如我太太有时候跟我说 因为他就教书 在学校有很多工作做 那我来说 我是自由传道的 现在 自由 我当然有很多东西教 他经常都要写东西的 那我有空 我就想写书 其实也经常都不有空的 就是经常都想写 但是那些工作都是我自己调教到的 那我通常来说 我跟岳父岳母一起住 他们就煮饭 我就洗碗的 那我太太很多时候就做到好东西 好东西才睡觉 那我说你 不如你快点去做了些事 等你快点睡觉 因为他一早要起床 一早要上班 所以他 他真的 他感谢神了 令到他 神是赐给他好的睡眠 他真的整晚一睡就很快睡着 整晚睡得好的 所以他睡的时间是短 但是他都OK 但是我看到他这样 我就洗碗的时候 我说你 不要跟我一起洗啦 你快点做啦 那他有时候都是要做的 做自己的事 但是有时候他说 你让我给你洗碗啦 我和你一起啦 让我陪下你啦 就是他有这个心 这个就是 他不单止是一起做 他就是说 给我和你一起的时间 那这个就是他珍惜关系 他都不是用一个压力的方法 他是用一个 很柔和 令我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这种目标 当你有这个目标 那你在大家认识的时候 就会认识大家是不是有这个心态 就算他没有这个心态 可以学习的 可以建立的 也都是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的那些 那些电视啊 电影啊 那些夫妻关系 那些呢 有些就很假 有些是很真的 为什么假呢 有些就 就是 整天都 好像 很没事那样 骂完膠又没事啊 那样 其实不是的 骂完膠是真的有事的 那他们又不会 没什么处理的 那有些 比较真一点的 就是会 很容易就骂对方啊 真不代表是对的 他只是真 他很容易骂对方 那于是很多人呢 就对于婚姻的观念就是说 那不对就是骂啦 那当然是 要逼对方啦 他不对就要 弄到他 听话啦 那以前那些电影呢 就最喜欢就是 那个 太太就扭耳朵 老公的耳朵 我呢 现在都 电视没看的 但是以前呢 那些 黑白片时代呢 很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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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丈夫呢 就很害怕的啦 那这个 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而是大家有个共识 在电视和电影是很少很少讲到 大家都很想建立关系 是很少的 这个社会没有这个教育 所以大家进入婚姻呢 就是什么教育呢 那些浪漫电影 浪漫 MV 那些歌啦 那就见到一个男的女的 哇 好开心啊 在沙滩那里漫步啦 在那抱啊对方啊 爱啊对方啊 看着对方啊 很喜欢啊 那就以为呢 就是婚姻就是这样啊 那婚姻当然一定是有 相爱有浪漫开始的 不过 又一定是 持续对对方好 当要处理问题的时候 大家一起同心 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 有不同意见 大家会聆听 会关心 这个是必然的 但是呢 通常这些电影呢 没讲这个部分的 就是不讲这个部分的 就很容易就说 哇 一起就很开心啦 结婚啦 要么呢就是 分手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分手 就是 怎么去改善呢 是少说的 所以这个呢 都是个社会的教育 令到很多 很多人的婚姻是有问题的 看一看 我按错了 这里 好 目标二呢 就是协助受盗者 提升和整合各方面的 自我元素 这个就是说呢 当这个男女的权力不同的时候呢 提升 自爱 就是鼓励女性 就是说呢 她有独立的自爱形象 在很多女性 当她是依赖丈夫的时候呢 她的形象是什么呢 她是丈夫的太太 当丈夫离世呢 太太就没有了 好像人生就没有意义的了 就不知道 就是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人生目标就是在丈夫和子女身上而已 自己没有一个独立的价值 但是作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 基督徒本身有价值的 我们有重要性的 我们生命都可以发挥 我们生命不是仅是 同样好结婚生子 照顾家庭 不是仅是这件事 我们是应该有我们人生的目标的 打破传统的 的生活模式 和事业选择的限制 就是可以考虑 不是一定要打破 只是考虑这件事 认识自己的关系上 需要面对的种种压迫和影响 学习处理性别歧视带来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很多压力的 譬如说婆媳之间 是很多时候都有压力的 还有她要 懂得煮饭 这个是应该学的 但是成了一种压力 或者 和丈夫的相处 对于 子女的教导 这都有一种期望和压力 那男性的受盗者 就是说两个男女权力不平衡的时候 怎么做呢 就是加强人际关系上的维系 提升这个情感表达的能力 向这个伴侣 她的子女 适合开放自己多一些 发展社交的支援网 包括同性朋友 就是说 男性需要建立一些人际关系 有很多男人 中国的男人 其实包括外国的男人 不是一定 中国才是这样的 是没有什么朋友的 而回到你家 而且又不跟子女说话 又不跟太太说话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 好像封闭自己的状况 这个是需要男性 是需要学习的 因为男性 是 在年轻的时候 就会有朋友 大家同学 就会好谈 上班 但是到上下开始 因为她少沟通 那变成了 没有什么人际关系 或者和她的太太 子女的关系 是不强 就变成了 有些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一些 长者 男性那些 好像没有什么支援 很孤单 但是女性的倾向 就是因为她 和那些子女关系好 倾向 所以她的支援 是比丈夫多的 打破传统的生活模式 或者事业选择的限制 就是男性都可以做一些 人们以为是 譬如有些 家庭丈夫都有的 就是 太太上班 丈夫暂时没有工作 或者 或者 就是在某 这个情况是适合 太太上班 那个丈夫照顾 子女都可以的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 哇 你这样 中国人给一个 很不好的名词 就是吃软饭 就是说她 你又不赚钱 你靠太太的钱 那有些情况 就是可以 行得通的 不是一定 绝对的 这些就是一个传统的想法 那 还有留意男性比女性 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因为呢 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 通常人对于 譬如上了年纪的女人 他们的观念 就是觉得她 就是 怎么样 是有些负面的 就是 很容易会觉得她 像个妻子 就是好像没什么价值 那样 那 对于男性呢 就那个看法会是高一点的 那这件事是男性是需要调教 就是尊重她的太太 不是觉得她自己高人一等 OK 那好吧 那这个第三个模式 就是在这本书的 这一章 就是第三个模式来的 就是几种的模式 四个模式去认识婚姻里面的情况 就先呢 刚刚讲的是男女的分别那个 和她的权力 那这个第四个就是 关系的互动的主题和发展 那她就有一个 有一个picture 她就讲到有个人 她有个 就是有个比喻 有个比喻 她有个人呢 她就想用两棵树来做她的家里的支柱 那她就建了两棵树 跟着呢 就在她周围就盖屋顶啊 整缝墙啊 这样之类 那然后呢 她离开这个地方一段时间 离开之后呢 发觉两棵树的成长不同哦 一个是快点 一个慢点哦 就变成不平衡了 那她用这个来比喻婚姻 婚姻呢 起初的时候两个好似平等啦 那又后来呢 慢慢呢 譬如说有时候有些情况呢 就是丈夫不负责 她变成太太负责了 太太的地位在家里提升 那丈夫呢就萎缩 退后 那时候呢 那个屋就不对称了 那她说到呢 就是说两个人的关系 和那个对称和权力的那个对比呀 那第一呢 就是紧密感情的连结啦 能够有滋润 因为关系呢 就是其实婚姻就是能够滋润生命的 令到大家都觉得开心的 就是联合 和理想的主题 就是联合就是 大家合一啦 能够有好的关系啦 理想化 就是譬如说有 理想化她也要说呢 就是太过理想化 就是 就是要记了婚呢 我们婚姻就会很悲满 就不会吵架的了 其实好的婚姻都会有吵架 吵架有时是 让她知道的问题 也是可以有机会处理的 不是一定说 完美的婚姻没有吵架的 那不过吵架的什么程度啊 还有几快处理到 是不是 也都可以 减少 就是一次 咦 这件事会吵架 那以后就是这件事可以不再吵架 这个就是我和太太的情况啦 就是试过呢 我们不是真是 不是真是很吵架那种的 就是她有情绪 那我就试过就是 我们一时之间都不记得清楚是什么事啦 总之呢 我们知道那件事之后呢 就 嗯 她知道呢 我们就知道呢 我们就避免那样东西了 就是不是避免不面对 而是我们避免再发生 她知道 那样东西呢是会发生的 那她就会 预先呢 想方法怎样去预防啦 OK 这个紧密的联系呢 和两个人的独立自主 那结了分不代表没有了自己的 那譬如说 每个人有她的 兴趣 她人生的目的 她的朋友 是不是结了分呢 就没有了那些朋友 没有了她的人生的目的 全部的目的呢 就是做工 和照顾家庭 不是的 就是 每个人肯定是有她的人生的目的 有她的兴趣的 她 譬如她想打球 或者她和朋友的相处啊 她有些活动啊 她是想做的 那这个都是人 需要保持的 如果结婚 什么都没有了 她觉得 哇 结婚我之后呢 就什么都 只是结婚一样东西而已 什么其他都没有了 那这个是会令到个人 失落的 我记得那时候呢 在中学的时候 我看 我们有一本 书要读的 叫做The Kite 你读过啊 没读过啊 子妖啊 她就说了一个男人呢 她是很喜欢放子妖 然后呢 结婚之后呢 她太太不喜欢放子妖 而因为这件事后来离婚的 就是说她失落了她自己啊 那这个就是那时候我中学那时候看的一本 一本书啊 就是说人都是需要她自己的那个 她自己的兴趣 她的目的 那有时人关系会贬低啊 就是呢 尤其是男性很难 好难 好难 挺得住这件事的 就是女性就说 你看你又蠢又懒 什么都不做 你看人家的丈夫 什么都会做 你又什么都不会做 你又没有兴趣 那就会贬低了 那也都男性有些 贬低的女性 你又蠢 什么都不识 学 手机又不识 电脑又不识 什么都学不到 就贬低了 或者你看你以前是多漂亮 现在都不漂亮了 这句就很致命伤 或者操控对方 两个人竞争了 两个人竞争 要证明自己比对方 或者在子女面前要救权威 那些子女听谁说 在三角关系中争宠了 这三角关系可以 不是一定三角恋爱那种 而是譬如说 在子女之间 有时就会不知不觉 就差看谁 子女更加喜欢自己 或者在in-laws 或者在邻居 或者在教会 就是都会有这种三角关系 或者有时是一方的朋友 那就 譬如说丈夫有个好朋友 这个情况比较少 女性的态度有个好的朋友 这个好的朋友就影响她的婚姻 怎么影响呢 令到男性觉得 太太太说我和他一起相处 我不知道多开心 我和你相处很痛苦 那变成了她的关系有比较有竞争 那这都是在这个模式里面所认识的 同时两个人有连结 有动立自主 即是两方面都需要有的 那这以上的主题 这个什么主题呢 就是说 会 这个感情的联系 是个人的独立自主 这两方面呢 可以有几方面的发展的 是 最初是浪漫的爱 浪漫的时候呢 又觉得很没问题 失望与幻想的破灭 就是说 以为呢 以为呢 哇 这样我们将来很好的 就发觉失望了 就是譬如说 以为他会关心 怎知道他不关心了 那就失望了 然后呢 就分辨与绝楼 就说 开始 啊 原来呢 记得分大家都需要有自己的兴趣 原来呢 他是 难一点沟通 我怎样带他沟通 就发现失望了 原来他 到了一些决定的时候 他做不到决定的 他不懂得说他自己的耐心 那这个呢 就是 知道他的情况 然后接立了 然后接着呢 修正与整合 就是说怎样 知道大家的缺点 一定有的 大家一定有强項 有缺点 大家知道了 修理 然后呢 有一个成熟的爱 那这个就是说 怎样有一个健康的建立 在一个关系 和呢 两个人的独立那方面建立的 那联合的发展 就是说 大家一起 建立关系的发展 夫妇要学习的 或者是辅导 要指引他的 和常见的困难 第一呢 就是 成为一体 全面建立 那这里 和郑先生说的 是 是说回郑先生那些的 就是说 浪漫的 爱啦 开始很浪漫啦 那后来呢 就失望了 然后分辨 接立 然后修正他的关系 又成熟的爱 那这里呢 就在说这件事了 就是说呢 在联合方面 那初头就 拍拖初期 总是会谈很多话 一起玩啊 一起玩啊 很开心的 当然有这件事的 所以我很多时候 回到辅导 我都问他们的 你拍拖时是怎样呢 那现在有什么分别呢 可不可以去那里 有什么困难去那里呢 那由法国开始 又发觉有差异了 又会有失望了 就接纳自己和伴侣有亲密 和独处的需要 大家知道原来呢 我们有需要亲密 有需要独处的时间的 譬如他喜欢看书 他有些时间看书 就不是看书的时候呢 他猛地走去搞他 当然可以陪他一起看的 可以 或者他在那里做他的 工作 他的工作 在回家都要做的 而另一方又很闷 那整天都搞他 如果大家有时看 上网那些影片 都有看过 那些猫狗 我用这个猫狗形容人 猫狗通常不是这样的 不过我见过有些猫狗呢 真的呢 他在摸一只猫 那狗的情况比较强烈一些 那只狗很喜欢 接着他不摸 那只狗呢 就整个咀在他的手上 叫他 要他摸 他不摸呢 那他开始 这样叫 那结果他就摸他了 摸一下他 又放下了手 他又来过 那我就开始想 如果是这样 如果养了狗 可以说是种的 即是不断地摸他 那你做什么都不行 他什么都走来找你 那同样在婚姻关系也是 如果整天都要 拉住他 对方 对方没有自由的时间 都是一个问题 那所以呢 接纳 大家有需要独处 亲密和独处的需要 而且有些人是不能够独处的 这个世代很多人不能够独处的 现在呢 不是用人 是用手机来相处 在手机里面 那个世界 如果没有手机 他会差不多想死 好像那些独隐发作那样的 是很辛苦的 他不能够独单独去看书 安静做一样东西 不能够的 他的思想是完全 好像上了人一样 其实现在这个世代的小朋友成长 将来结婚是困难很多 那所以呢 我鼓励大家 你的子女呢 不要用 不要用手机做奶嘴 不要以为 我给他个手机 那我不用理他 他自己一边玩玩玩玩 他就会上癮 是以后很难解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造成他 将来他夫妻关系 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他根本不懂得和人相处 他只是和手机相处 而手机那些是假象来的 为什么呢 当然有些不是假象 有很多就是 以为得到人like 喜欢啊 做一些那些公仔 哇 真的很开心 有些人是会这样的 但那些未必是真正的关系来的 是一种好像大家玩玩玩的关系 好了 那然后呢 大家调教那个真物和单独相处 达至这个大家相依的关系 就是这个 在联合方面 那又在操控方面呢 那一齐的时候会有操控 是不知觉的 有一个方法知道有个人 他是不是在戀愛中 有一个方法 怎知道呢 或者有个女生 你怎知道那女生 是不是已经喜欢一个男生 怎样知道呢 就是发现那女生 会扭他 会扭他 他就已经是有一个戀愛的关系 就是因为呢 三不识七或者不是 就是总之大家相处 譬如那些同学那样 没什么关系 你不会一直扭对方 为什么你不接我 为什么你不陪我 这样不会扭的 但是当对方呢 有时呢 又接他又陪他 陪得多呢 他就说 你今天都没有陪我 我不知道等你多久啊 就已经开始有些扭他了 那这个呢 就已经是一种依赖性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操控来的 是一个操控 是想联合 但是这个操控呢 就是想对方呢 给多些时间他 所以呢 男性 是会发现这件事的 他 当他未拍拖的时候呢 看到别人有男一女 拖着手走 他觉得很喜欢 那他就很想能够拍拖 但是一拍拖 他就发现一个事情了 因为男性和男性相处是很爽的 就是 一起打球 一起看戏 一起玩 那就一起玩 不一起玩 也没所谓 没有空 那就算了 但是当有个女朋友呢 就不是这样的 他女朋友呢 是 差不多想每天都会陪的 当然有些不是 但是怎么都想一个星期 怎么都有陪下 不会说 每天都不陪 就是 已经是不是恋爱了 那男性又开始发现 哇 原来这么多时间的拍拖 其实我想起来 我也很感谢主啊 就是 我在中学时期呢 其实是有些机会是可以拍拖的 但是我是没有进入拍拖 其实是 恩典 为什么 如果那时候拍拖呢 根本读书呢 是会整天都骚扰的 就是总之尽量 对方是会整天稳住啊 想去 一起去街啊 很多 很多 想有多些活动 那这个呢 就是其实一种 操控 也是一种想联合 所以变成有操控的 两样是一起的 操控为了 赢取对方 得到对方 和他一起 以为操控等于爱 有时呢 操控和爱又不同 爱就是说 想 对方好 就像我看到 给我陪下你 这个真的是爱的 它是 它不是操控的 但是有很多人呢 它是 以为操控等于爱 就是说 扯住他 整天扯住他 不让他自由 你去哪里 为什么整天找不到你 整天都是这样控制的时候 他以为这个是爱 其实 爱和操控有什么分别呢 爱呢 是想令对方舒服 让对方觉得悲哀 操控是 我想对方做些事令我悲哀 操控是想悲哀 而爱呢 是想令对方觉得悲哀 所以这两个重点是不同的 好了 然后呢 就是家长式的操控了 就是呢 事情是强权的 譬如有些拍拖都有的 你和那个女孩说 以后你不可以单独找男孩啊 你现在正先说 你的WhatsApp是谁来的 不准再和他交往 就是家长式的控制 如果你发觉那个男孩是这样呢 那有些女孩很喜欢的 他说 他真的很紧张我了 但到结婚呢 就觉得很烦了 有什么人就算上班 一起要商量 和异性要商量 他都不喜欢 在街上看到同一个男性聊天 回来就大发避气 因为他本身没有安全感 觉得呢 太太和那个男性聊天 即是不喜欢我 即是我没有了地位了 自主式的操控就是呢 希望自己作主 坚持自我 学无主导 即是我做作主的 从操控分辨出自控 自控就是自己控制自己 自己知道什么时候 是需要处理自己的需求 即是我想陪对方陪我 我怎样自己控制自己呢 接立和调节 对带领和顺服的期望 即是说 一个我们同时要带领 也同时是顺服的 肯愿意顺服的 合作性的操纵 就是建立权力平衡和责扬感 就是说 在这个操控方面能够有合作性 即是这里是一个成长 首先是大家 初头就是有操控性 然后可能有一个有家长式的控制 然后自己去处理自己 不是这个是说到他自己想主导 还有分辨出自控就是我需要管理一下我自己 不要经常都要求对方 接立和调教 接立对方是这样的 因为各个不同的 我们结婚不要想着改对方 希望婚姻改到对方 不过不要想着 有些人会这样想的 我丈夫现在就 譬如不爱主 我希望结婚之后她会爱主 有时会有 可以改变到 但有很多婚姻都发觉很难 因为没有分辨到 其实她根本不想爱主 越是想带领她 可能后果越差 所以如果真是想找一个爱主的丈夫 就是未结婚之前是爱主的 或者未结婚大家相处的时候 帮到她爱主 就不是想在婚姻那里建立她爱主 是比较难的 有很多人都跟我说 就是说很多年都是很难改变对方 因为婚姻是很难改变对方的 譬如同一个人 我自己曾经在以前的教会 在外国就有一个外国人 他很有心读神学的 他读希腊文 希伯来文 他自己上网学 学了这些 他准备到神学院 当时教会 因为当时我只是助理牧师 她的团体也不是我负责的 有一个中国女孩是有情绪病的 这一个男性 她就有个心 她说我要帮这个女性 我要医治她 她结果跟她结婚 她没有想到跟她结婚之后 她是会被对方影响得很厉害 就是婚姻不是一个改变和医治的地方 当有一方是很有问题 有情绪问题 很自卑 很多个人的问题的时候 婚姻是不可以成为一个医治的地方 结果这个人 后来完全没有读神学 提都没有提 为什么呢 根本 你想想家里天天都在很多不开心 他整天都很烦 要陪着她 陪着她 哄她 安慰她 第二天又来过 一有什么自己做 立刻她又不开心 所以健康的婚姻是两个人都健康的 所以很重要就是 不要说她这么可怜 不然我爱一下她 这个是不能走通的 两个人的婚姻 自己都需要建立自己 譬如有些人很孤单 有情绪问题 他就跟我说 你为我祈祷 叫我神为我预备一个丈夫 我就跟他说 我说 在你这样的情况 你觉不觉得 需要先处理你的情绪 因为很多男性 看到你这样的情况 她是会很难接受到你的 而她很容易会利用你的 她会很快想跟你有成关系 接着就会跟你分手 她说不是个个都这么坏 我说有些好些的 不过 好些的未必想跟你在一起 因为你这么情绪化 所以你要先治好自己 这个人 因为我跟我很熟 所以我才说得这么倒霉 我也不是一下子 因为她跟我说了很久 她说快点为我预备 那后来结果是怎样呢 她有一个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又是情绪病 完全是失控的人 跟她有性关系 跟着又借了她很多钱 跟着就断了她的电话 那她跟我说 如何拿回那些钱 我说没得拿回 没得拿的了 性关系 她有没有搞错 性关系 两个人走在一起 根本不会幸福 所以 人是要预备好自己 才可以拍拖和结婚 但很多人就不是 就以为拍拖是可以医治 情绪 是不行的 拍拖要医治 所以我们需要调调了 了解对方之后 我们调调以至关系能够平衡 这个舞蹈 在这本书有讲舞蹈 dance的意思就是说互动 冲突的舞蹈 即是说 很多时候冲突的方式 家里有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家里有不同的 吵架方式 有些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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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扔东西 有些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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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坐一个星期 或者不坐很久 即是他们互相的 冲动的方式 是有不同的模式 然后呢 距离 即是有时 大家好像 好像很冷漠的关系 另外呢 就是你追我走 这个情况也是很多的 很多时候是女性 一个体重关系 所以就很想和男性关系好些 那变成是 好像追 但不是好像追女性的时候那样追 而是想她 关心她多些 想她回应一下自己 而那个人觉得她很大压力 于是就走了 一个就追 一个就走了 过度负责与不负责的舞蹈 就是说呢 一个很紧张家庭是怎么样 很负责任 很负责的关系 而另一个呢 是没有责任感 于是两个呢 就是想对方做什么 他又不做 很多问题 那就是三个关系 就是可以是家人或者朋友 有一个第三者 这些第三者可以扮演不同角色的 代罪羔羊 就是说呢 他们 他一个同一个地方 都是他坏 他搞到我们两个关系不好 那他埋怨一个人 或者是你阿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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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令到我们关系不好 那这个就是代罪羔羊 或者是一个同盟者 两个一起 我妈都说你错了 那你 或者是英雄 你看他多聪明 这个人 他对丈夫 对太太不知道多好 你学一下他 伏仇者 就是好像找个人去和他算账 他帮你算账 我搞错你这样对你太太 就是不是用这个方法去处理 或者是病人的人 经常都很凄凉 经常都有一个呵护他 经常都是很凄凉的 这些都是人际关系 很多很复杂的情况 每一个情况都不同的 好 然后高特曼 他就对于婚姻研究 很多各样的要点 都是很重要的 其中他讲到就是 末日四骑士 他讲一些名词 因为这些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意思就是四样破坏婚姻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批评 藐视 看少对方 反击和自慰 人家讲的就是反攻 或者自慰 我不是这样 你说我是这样 我不是这样 冷漠的场 这四个破坏婚姻的表现 然后第二样 他讲了不同的东西 是影响婚姻的 情感的抽离 就是没有强烈的 负面情绪反应 亦都缺乏正面的情感 就是 直接是没有感觉 看到对方 又没有开心 又没有不开心 总之没有反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种情况 有些婚姻呢 他说 以前吵架都好 都会大家吵架 现在呢 直接都不理睬对方 没有反应 觉得呢 是很 就是很孤立 第三呢 就是情绪泛滥了 就是说呢 那种 一种吵架的情况 哇 整天都是一种很 强烈的 憤怒啊 情绪的状况的 第四呢 就是 破除快乐夫妇的两个神话 就是有些人以为呢 那这样一定快乐 一定是要怎么样 虽然 不否定那些是快乐的 不过他说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呢 那呢 他就 讲了第一种的神话 神话就是说 有一个人以为 是真的事 避免是真的 就是呢 夫妇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会细心聆听 认同 和肯定对方的看法 那呢 他就说呢 快乐的夫妇 就是很多人认为 快乐夫妇呢 就是会细心聆听 认同和肯定对方 这个的确是好的质素 这个是好的质素 不过他说 不是一定是这样的 夫妇关系才是好 才是快乐的 有些都不是这样的方式 都可以快乐的 他有三种夫妇的类型 三种都可以是快乐 有一种是肯定型 有些是激情型 就是他很坦率表达 正负的情感 其实表达正负的情感 是 其实是 表达和发泄是不同的 就是譬如说 我很不开心 我现在很不开心 我很激气的 他会很强烈地表达 坦率 坦率 他就说 只要正面开心的经历 比不开心的多五倍 就不成问题 就是他说 不一定要全部都是正面的 有时他有正面的 亦都有负面 不过正面那些多五倍 那么的确实是 如果他真的很多 有时五倍就很开心的 有一倍就是坦率 说出他不喜欢的地方 那么他都依然可以快乐 就是他意思 不是一定要完全完美才快乐 那么 他甚至逃避型 以和为贵强调可以意见不同 就是说 有一方面是有逃避 不过呢 以和为贵 有什么意见不同呢 不出声 当没事 那么中国家庭都有很多是这样的 有一个一吵 另一个就不出声了 那么 他们都可以快乐 就是一会就不记得了 就是总之那件事 不将那件事扩大 大家是有不同意见 不过一个一发脾气 另一个就不出声了 不出声 跟着呢 就过了一段时间 又没事了 那又回复回 那就看看另一方怎么看 有些另一方呢 就会很难接受的 就是一定要处理了为止 那事实上人与人之间是 没有得完美的处理的 就是很难 有时一方是这样呢 是很难改变到 令到他完全配合对方的 第二个神话 就是说呢 相信快乐的夫妇 应该解决所有的问题和不和 那他呢 就会分为三种问题 一种就是可解决 那我全部都有业数的 我在这里解释了 大家可以看回影片 跟回业数 你就知道他讲什么 因为这本书呢 他有很多是学术性的语言 就是我是跟你解画 将它的内容 那它里面的内容 有很多很有帮助的 那我将它简化了 以及将一些字简化了的 有些问题可解决 有些不能解决 有些永久的问题 就是有时那个人 整天都是犹豫不决 他到死的都是犹豫不决 他是不说话 有些到死的都是不说话 什么的 那这个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 那他发现呢 大多数婚姻的冲突 都属于不能解决 即是说呢 原来很多问题呢 始终没有解决到 那丈夫是没什么说话 始终都是没什么说话 那太太情绪化 始终都是情绪化 好了 那他占69% 快乐的夫妇 懂得分辨这两种问题 他们会以接立 和教幽默的方法来处理 不会令他成为死结 就是说呢 啊 他很猛 那他呢 另一方就 啊 就是拥有个幽默的方法 我想不到怎么幽默 就是可能 啊 啊 假设他 假设他 我又扮一下他 但又不是生氣 扮一下他這種多東西 這種幽默方法 或者他又扮東西 哎呀呀呀呀呀 他在大生氣 大罵他又在那裡哎呀呀呀呀 就是他生氣不出了 令對方生氣不出 他有一個方法 好像令到他 好像 雖然有問題 不過呢 生氣完又沒有大事 有時候夫婦有些都會有不同的方法 不是一定要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 他的意思就是說快樂的範圍可以很闊 有些人很多問題不解決都可以快樂 在我來說 我就覺得人種有分別 就是我永遠都不是我太太 我太永遠都不是我 因為我在侍奉很有方向 他不是好像我那樣有方向的 他很看重關係 我永遠都不會好像他那樣看重關係 雖然我都是看重關係 但不像他那樣的程度 他有很多分析能力很強 我也是的 有時候有些地方他會給我一些好的意見 因為我們總有一些分別的 這件事是永遠不會改變了我們的分別 但我們能夠接受對方 有時候也能夠有些困難 有時候他覺得我需要關心他多一點的地方 我真的會回應的 我會回應 盡量去處理 但我自己都不會完全好像做到他認為最好的方式 不過他已經是覺得很好 但是我始終是會跟他有個分別的 譬如他每天都會看那些相片 我們兩個的相片 每天都會看的 我們全屋都是貼了很多的相片 他每天都會看的 我就是沒有看那麼多 他很有心機做的 這個是他很大的興趣 那我就說我看著你很開心 我看著你 他就會經常看我的相片 而且他都記得了 這是哪一年他問我 他說這是哪一年那個 什麼日子拍的相片 我真的不太記得 他真的很厲害 他全部可以 即不是全部 大部分可以記得了 他都做了不同的相簿 雖然我們很多是電子的 但是他做了一些相簿 將它精華這樣 我們總有個分別 不過我們的分別就不是衝突 因為其實都大部分人處理 意思就是有很多人 其實他有某程度的衝突 但是他們有一種的方式處理 以至他們都可以算是快樂 他真的令到很多人覺得 你不用一定要最完美才是快樂的 接受影響 即是接受對方影響自己 如果丈夫樂意接受太太的意見 和投訴 又尋求方法處理 婚姻成功機會是高達80% 太太接受丈夫 否則不能讓人愚渚 即是說丈夫接受太太接受太太 比較重要 太太接受丈夫 應該不是很大 即是可能太太多接受丈夫 但似乎這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接受影響是解決死結的有效方法之一 他以下講的是不同的方法處理 同等相待 當大家意見不同 論點可能有高低之分 仍然同等相待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人總是有不同意見 譬如有不同政見 對於什麼叫健康 什麼叫對 什麼叫錯 雖然對錯有時是有清楚的界線 但有時是不是絕對的 譬如這個人這樣做 是否一定錯 是一定是對的 有時未必是有一個很肯定的 因為人總是有不完美的 即是說 大家不同意見的時候 你有不同的態度 你認為那個人對 我認為那個人有問題 但不要緊的 不是代表覺得有問題 那個人正義一點 不一定的 這個就是接受 即是有空間接受對方的感受 就不需要太多辯論 有時有很多夫妻關係 就有很多時候辯論 尤其是男性比較喜歡辯論 那就不需要一定要 證明給對方自己的看法是對的 然後他另一個就是軟起飛 即是這些他不同的字眼 他就跟這個四騎士對比 四騎士是批評 藐視 智慧 這些是強硬的方法 軟起飛是柔軟的 投訴但不抱怨或者指責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即是說 很多時候 丈夫會很容易這樣剔的 太太就說 你收到門已經人壓了 丈夫就覺得 即是你說我沒有弄 或者說我不懂弄 或者不想弄 就覺得是一個人身攻擊 有時 丈夫又會跟太太說 你看這兒子不聽話的 那太太可以看為 就說 你即是說我不懂管教 這樣 但是可以的方法是怎樣 是指出一個問題 我可以幫助對方 我現在講出一個問題 我們一起想想怎樣面對好沒有 這樣大家就不會覺得 你是針對我 我們現在見到一個問題 我見到子女會這樣 我們怎樣面對 這樣就不會令對方有這個感覺 即是覺得你是投訴他 所以投訴而不埋怨或者指責 其實這些觀念有很多幾好的 可以大家都學習的 用我字取代你的句子 這個是負責任的講話方式 有一個溝通方式 叫做知覺輪 awareness will 在網上我有這些影片 你找知覺輪 知道的知 覺得的覺 輪車輪的輪 知覺輪是什麼呢 是五樣我們人裏面的意念 是人溝通的時候 將我們裏面這五樣東西說出來 就是和人溝通了 那這五樣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寫下的 第一就是I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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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I do 就是我的行動 過去現在和將來 將來的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說 我明年和你結婚 這個是行動 另一個是我想呢 我想和你結婚 如果一個男人經常和女人說 我想和你結婚 但每年都說了十年 那個女人開始說 你經常都想和你結婚 你什麼時候結婚呢 那他最後說 好吧 我明年和你結婚 那這個就是一個委身的行動 那這個就是action 另一個是我想 等一下再說我想 第一個就是行動 第二就是I sense 身體的知覺 我看到 聽到 聞到 摸到 身體感覺 覺得肚餓 覺得冷 覺得熱 這些就是sense 身體的感覺 第三 I think 我的思想 理論 信念 第四 I want 我想要什麼 我想做什麼 我想得到什麼 第五 I feel 我的感受 內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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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 如果寫英文 容易寫的 Glad 就是開心 Sad 憂愁 這些是大類 Glad Sad Mad 憤怒 Affraid 懼 Ashamed 羞恥 或者是guilty 內疚 第六 是hurt 受傷害 這個知覺論 是很有幫助的 我在網上有幾堂 講到知覺論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幫助溝通的 這個就是用我字 很多人的溝通 是我的他字 哪個人 他又做什麼 你看他幾招職 那個明星又做什麼 那個電視劇又做什麼 這些 不是內心的溝通 這個是 當然生活上 會有時候有這些溝通的 但這個不是自我表達 就是我知覺這五樣東西 我知覺 我的行動 我的 sense 我的想法 我的想要的東西 以及我內心的感受 這五樣很有幫助的 我舉一些例子 譬如說 我見到你 每次見到我都笑 我就很開心 這句話含有幾樣東西 我見到sense 我見到你笑 那 他有一個 interpretation 有一個thinking 在背後的 就是我覺得 你喜歡見到我 我就很開心 我的feeling 那又可能說 我就很想跟你做朋友 這個就是I want 就是當一個人溝通的時候 他這五樣東西說 或者說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都說完這五樣東西 或者他自己知覺 因為有些人不知覺的 有些人你問他什麼感受 他不懂得說 他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感受 我們知道自己的感受 和別人說的時候 大家能夠更加感受到 你是一個什麼人 其實人呢 好像一個孤獨的 我們和你這個人 你看的樣子看不到他裡面 就需要踏橋 踏橋把我們內心的世界 告訴他 他越聽得多 他就越知道我 是怎樣的人 那大家就有信任了 譬如有些人 初初見我 就是 不認識我 見到我又高大 那樣 就覺得我呢 當然是很 很兇啊 很硬啊 但是跟我認識 就發覺 很容易溝通的 這個就是 初初見到是 不同的感覺 就因為他認識我 當我講我的東西的時候 那而大家呢 你發覺我 在我教導 我都很多 分享我自己的東西的 那我分享我自己的東西的時候呢 我都講出我的行動 我看到些什麼 我看到些什麼 或者我 某些人的相處 我怎樣反應啊 怎樣感受啊 當我說這幾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摸到我的性格 那這個就是溝通啊 兩個人都是這樣溝通的時候呢 就有好的溝通 那所以這個 知覺輪呢 大家上網找知覺輪 然後葉牧師呢 你會見到呢 你學了這個溝通方式呢 分辨到自己用 在說什麼呢 和裡面有什麼感受 說出來呢 你就會更加 懂得跟別人溝通 那這個用一個我 那用一個理字 為什麼那個理字呢 是要 不能夠用那麼多 有時候可以用 但是不可以用那麼多 為什麼呢 譬如說 你都不喜歡我的 那這個是他估計而已 但他可以說 我看到你 看到我的時候 好像呢 沒有什麼說 因為我觀察 我感受到 那我好像覺得 你不是那麼想跟我聊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那這個 因為這個是負面的 那就是 講出一個 觀察 一個 觀察 看到對方沒有什麼興趣 那這個 所以 但可能也都產生了一種 不好的感覺 那 但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 溝通 而對方真的這樣的時候 是會表達出 那可能表達 我想了 我想你 多一點回應我呢 我會覺得跟你 有親善一點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我想了 好的溝通是講我 因為你 我們實在就不能夠判斷 很多人就判斷 你不要我 你不理我 你不喜歡我 你不關心我 這個是判斷來的 是不是那裡閃 不要緊的 它那個是卡來的 卡滿了 不要緊 OK 最重要是電腦那裡錄就行了 形容事情的實況 而不判斷對方的對錯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家裡有什麼情況 子女有什麼情況 不判斷對方 對還是錯 有禮貌和表達清晰 就是說 在溝通的時候 就不是去 說都是你衰 這些說話 是很傷害性的 試圖修補的一些方法 比如說 一個方法就是 我覺得好像被批評 你可不可以用正面的說話 跟我說 請你溫和表達 好嗎 我需要安靜一下 有時候 大家吵吵 沒有辦法達到答案 不問我處理 讓我靜一靜 好嗎 你可不可以聆聽我 了解我的感受呢 這件事對我很重要的 請你聽我說 就是這些 一些試圖修補的方法 然後第六呢 就是我的反應 可能太極端對不起 這個道歉 讓我們重新開始過 這個提議 重新開始 我知道自己都有責任的 就是我要負責任 讓我們妥協一下 一人讓一步 好嗎 我覺得你的論點都有道理 你都有道理 這個承認對方有道理 這個是非常好的 等一等一等我 我會回來 就是我要先走開一下 我要先安靜一下 第十二 好像我們來了一題 人很多時候都會來題 說了另一件事 第十三 我知道這個不是你的錯 那這個是 就是讓對方知道 不關你的事 不是你錯 不過我只是說出一個問題 我明白 我明白你說什麼 我欣賞你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不是你的問題 是我們的問題 這一點很重要 是我們一起面對的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還有一個連繫的短訊 譬如一個電話短訊 一個電郵 一個親吻 一個感情的表達 都會建立關係的 還有另一方面應該回應 而不是沒有反應的 譬如說對方傳一個訊息 或者抱抱一下他 他會有反應的 OK 我們現在就休息一下 然後 待會再繼續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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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